音樂 我會希望藉由這樣的去推動 去翻轉對世代夫的觀念 其實技能競戰的小朋友 也可以出頭天 一門訓練師 他要讓木工這項技能的孩子 能夠在世界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小朋友來到我這邊 其實就像我的小孩一樣 小朋友只要肯學 我就肯付出 究竟他是如何辦到的呢 競戰是很殘酷 金牌就只有一個 並不是金牌代表一切 而是你背後所獲得的東西 可不可以幫助你未來的世界 位於台南觀田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 主要業務內容是 之前訓練與就業媒合 不過顯為人知的 這裡更是國手培訓中心 訓練師陳建南 教授木工專業技能 並培育出無數的金牌選手 雲嘉南分署 大概會分成兩種類型的一個學生 一個是選手 這是22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利用假日的時間 或者是寒暑假的時間來受訓 另外一種是值錢的訓練班 那是提供我們一般民眾 可以去做第二專場訓練 假如說我有隨便一個壺 從這邊好了 就這樣 你等一下小心 你可以退 沒鋸道可以退 這個做 你腳放開它就停下來 現在比較擔心同學在做了 我現在講安全的部分 因為你們習慣走的時候 你們那個近視的比較近的 看不到 木工訓練課程班 讓有興趣的民眾 或想二度就業的人 有機會來學習 這些職業的學生是 解訓後馬上要面臨就業的部分 投入職場去工作 那選手是因為 他有一個技能競賽的關係 那過來這邊培訓 他們還想讓自己的功夫更扎實 所以他們選手的要求 一般來講 他就會比一般學院還要高 訓練的方式也不一樣 其實我講話的語氣也不一樣 來 小心一下 如果真的塞住就不要要 來自各方的年輕選手 絕大部分學員 是透過技職學校推薦而來 還有一些學員是由家長帶來 學員們都有個共通點 就是對於木工的熱誠及興趣 其實我在挑選手沒有很大的要求 就是第一個小朋友要有興趣 再來就是家長支持 再來我比較注重的是 他的品德要對 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品德不好的人在這邊 其實他也待不住 選手是一個很累的東西 這個叫十字達街 身為一個木工選手就是 一定要會做的一種基本瞬接 一個好的瞬接就是 我們能夠用手直接這樣裝 然後要順順的就可以裝進去 你要把一件作品做好 就是要交出去 是需要非常有耐心的 然後才可以把一件完整的作品交出去 陳老師他平常帶我們的時候 也是一直跟我們說 耐心跟毅力的重要性 不過在陳建南的心中 他教的不只是技術 更想透過這個職業 來建立選手們的自信心 一般人對木工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我會希望藉由這樣的去推動 讓大部分的學校都知道 我們自己走出去 去宣導 去鼓勵人家 去翻轉對世代夫的觀念 其實競爭競爛的小朋友 也可以出頭天 我們把拿下世界金牌 世界銀牌的國手 請他們回來現身說法 這次在台南高宮 舉辦一場木工的宣傳活動 陳建南帶著獲得 2013國際銀牌的選手 李浩哲來分享他的國手之路 有一天晚上 陳老師就大概半夜吧 就打電話跟我說 你那個4月的時候來回來演講 然後其實當下我蠻錯愕的說 就很突然就告訴我說要演講 所以當下很緊張說 不知道到底要講什麼這樣子 因為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選手很光鮮亮麗 就是有好的成績就被寶重科技代表 現在其實並不是大家所想這樣 因為他必須經過一段 非常辛苦的訓練過程 隨著教育體制的多元化 升學不再是唯一的選項 許多家長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發掘興趣 而鼓勵朝向技職教育的道路 所以最後同學大家再去堅持紀念 你的家長就會去看準 好 謝謝大家 我也歡迎你們來前面去 去感受他們的東西 你可以摸這些東西都可以拿起來 你摔壞了沒關係 我會跟同學介紹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很無趣的損切練習 其實我如果不講的話 它其實是他們平常練習剩下的東西 那因為它可以再利用 它可以變成一個文證 或者是你跟你女朋友的定情的物 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 木工這項職業 總是與勞動力畫上等號 不過對陳建南來說 木工的學生個個都是設計師 更希望學生所做的每一分努力 都能夠被看見 即使是最基本的練習品 只要利用一點點的巧思 就能轉換成有趣的作品 演講過看到這麼多人 願意去嘗試說 木工到底是在做什麼這件事情 其實看起來還蠻欣慰 就覺得感覺 木工還是有希望的 就是因為其實越來越多人 不願意做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 像我們這次有帶來像木玫瑰 它是由爆木頭爆出了爆屑 然後把它折成木玫瑰 像五班筍的話 它其實是在考驗說 選手對於精密度的控制 因為它必須有三個方向 要很了解說我鋸下這一刀之後 它會有多少誤差的量 如果你誤差太大之後 它可能它煮起來之後 就會鬆鬆的 不過要成為一名木工選手 可不是這麼容易 不僅需要有好的能力 體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由於木工類的競賽 一場下來最少需要六個小時 且每次比賽的場地都不一樣 為了讓孩子適應陌生的環境 陳建南特別商請畢業學長 將他的工作榜提供給選手們 當特訓的場所 這是我們三十八屆的 家居木工全國軍牌的選手 那他現在碩士畢業也當完兵了 目前在我服務的附近 開了一家工坊 我常常麻煩他 把學生丟來他這邊 做一些一地訓練的動作 畢業後其實都還是一直 跟陳老師有在聯絡 那偶然機會之下 我們其實都會去聊到 就是說目前選手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那時候選手比較少 那現在越來越多 那越來越多 當然老師的負擔的就會比較大 因緣機會之下 那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能夠提供一個場合 讓他們來練習 已經在練習的 是不是能夠有在第二個地方 就是讓他們有點像一地訓練 因為其實我們在競賽的時候 不會都只有在同樣的地方 所以說也是讓他們先 熟悉這個狀況 那他們也比較不會 當實際在競賽的時候 那個臨場感比較快進入狀況 對於這些選手們來說 儘管每個人都興趣滿滿 但選手訓練的期間 必須統一住在訓練中心 往往半個月才能回家一次 少了家人的陪伴 以及每次比賽的不確定性 心情難免會低落 而陳建南老師 就是選手們最大的心靈支柱 我常常說小朋友來到我這邊 其實就像我的小孩一樣 小朋友只要肯學 那我在學見允許上 我就肯付出 你看到小孩子辛苦的那一面 所以你變成說小朋友這麼辛苦 你也要陪著他一起走 這樣讓他覺得說 我們有人在陪伴他 有人在看他 讓他有一個依靠的部分說 有問題老師隨時可以解決 掉 為什麼 拿你的 這邊呢 有沒有 這個也不見了吧 幾乎 沒有 簡單來讓你等他那兩個 所以你尺寸的部分 有點像是在範圍內 可是我是覺得說 可以抓到準 就盡量抓到準 有沒有看 是比剛剛還好一點 其實技術的東西 它不會是一觸繼承的東西 然後他們除了白天練習以外 在這邊的小朋友 其實從早上到晚上 都需要練習 那晚上的練習是 第一個是增加他們的體力 還有他們的持久性 那因為競賽場上面有很多 不可預期的東西 那他的抗壓性又要夠 所以抗壓性不夠的話 他體力相對的也不夠 所以從這邊夜訓的部分 晚上訓練的部分 開始慢慢增加他們的一些 體能的部分 還有腦袋思考的部分 因為整天坐下來 是長期疲乏的部分 競賽也是這樣 在那種高壓力的狀態下 他腦袋要很清楚 你們都習慣一直吹一直吹 一直吹到緊了 他一定要密 結果密了以後 尺寸跑掉 這是你們自己的習慣 你只要做到緊 它密了就好 就不要再一直往內壓 往內壓就像你現在講的 它尺寸可能會跑掉 為了即將到來的競賽 學長提供過往的經驗 兵民著選手 這些刮痕 有可能是因為你們檯面上有 可能有什麼尖銳的物品 有時候你會去刮到 我們不是鋪那個保護的軟墊嗎 我沒有看到你有鋪那個 所以應該是要鋪那個 我們到最後成品要沙磨 要細修了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保護好 白天辛苦的練習 以及夜晚的遺地訓練結束後 選手們回到宿舍 還是不敢怠慢 趕緊檢討故事 再熟悉製作的流程 我在宿舍會寫流程表 在宿舍寫流程表是 也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因為隔天要測驗的話 要讓自己清楚 每一個步驟做到哪一個地方 哪邊要加快速度 哪邊要去取捨一些東西 要讓這些年輕的選手們 能夠獨自生活 關心與支持 一點也不能缺少 如同父親一般 陳建南對於畢業後的選手們 關心一直持續著 陳老師他是會把他的學生當作 他的小孩一樣很照顧 就算已經畢業很久的學長 他都還是會擔心他們 現在的工作是怎樣的 我跟他講說中間這一塊 再加一個 選手 訓練 畢業 創業 一路走來 對於學生的關心 從來沒有削減 與學生成了一師一友的關係 討論著如何走出不同的一條路 在選手們夜訓離去之後 陳建南老師獨自留了下來 其實他們畢業後還是會聯絡 就是看看最近怎樣 也會跟我聊一下 其實這個工坊創立也不久 還不到一年 一般選手說實在一身功夫在身上 以現在的方式來講用他們創作 我也希望說由這樣去 讓更多人認識手作家具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一條路 只是說一開始會很辛苦而已 曲線我們不夠 比賽將近 一早選手們做模擬賽 最後衝刺練習 後面把它整理好 來 第二 你只有剩下這一點點時間 去修正你要修正的東西 還拉不上來了 除了你的技法 自己要多練以外 那時間的掌控 那你自己的規劃的部分 今天有些學長會回來 你們自己再跟他們請教一下 哪些東西該捨得就捨得 好 如果可以的話 8點25提早五分鐘開始 好 開始動作 人家時間很多 所以你可以慢慢磨 沒有 沒有 你還慢慢磨 選手有數十位 但國手只有一名 想要得到國手的資格 全國賽是唯一的管道 選手畢竟是選手 他不像我們所謂的家具創作者 他有時間的壓力 最重要的是時間規劃 那目前他們現在碰到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時間上趕不上 再來就是他們的細膩度 比一般的製作者都還要在精準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要求 他們的精準度的部分 他的誤差數 其實真的只有0.02mm 要半小時 今天他們在進行 全國技能賽的模擬賽 而學長們也會回來幫忙老師 指導選手 今天回來主要是要回來 看這邊的學弟選手 對 那看他們練習的狀況 那也給一些 我們能夠給的建議跟指導 這部分對我們來講 應該是一種 從學習的長程 都是一種傳承 為了準備全國賽 三個禮拜沒回家的喜儒 媽媽今天特別來看他 其實那時候他自己也有抗拒 因為沒有住在外面的這種經驗 這算是第一次 還有就是當媽媽的可能會比較心疼 他們是從早上8點 有時候夜訓到晚上9點 都是一直站著 然後來看他的時候 你就看見他是滿身大汗 就覺得好辛苦喔 可是他做得很開心 我兒子本來在家算是很內向 那來這裡因為老師要求 學員全部都是同進同出 然後就是這樣子變成說 我的小孩很容易就融入這個環境 好 停吧 來 前面記得 如果看到這個題目 如果我是選手的話 單單這樣一個作品來講 我會這樣去寫我的 大概要做的東西 我給你直奔中去放這個樣 你夠嗎 你夠嗎 你要夠 你一定要夠 要不然你後面會跟不上 木工類的技能競賽 更為門窗木工 家具木工 以及外觀模型創作 放樣內損 外損 精度 外觀 材料的使用 選手們要在六小時內 將作品組合完成 才能進行評分 最後一場的模擬賽結束 選手在長期的時間壓力下 需要突破自我的信心 而適時放鬆 能夠輸解選手們緊張的心情 只要一到假日 孩子們總是跟著陳建南 同進同出 每次競賽前都會到 附近的廟宇來祈福 希望他們在這祈福的過程中 讓他們心理上會比較安穩一點點 也希望他們在這次競賽上 有比較好的成績 從開始帶選手以後 幾乎每年都有來 因為我的學生在這次競賽 能夠比馬哈恩出順利的比玩比賽 也希望馬總南 讓他們保護他們 可以奪得最好的成績 謝謝 除了顧及選手的成績之外 只要一到假日 陳建南老師就要像他們的保母一樣 吃喝全包 小朋友來到這邊生活上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只能靠我去解決 如果說他們還要回去找家人 就太麻煩 而且來到這邊 我常常跟他們的家長或市長講說 來到這邊就放心交給我 我會把他當成自己的小孩在看待 所以一切的生活 習慣還是什麼習俗 都是跟著我一樣 所以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在生活 所以每次拜拜完以後 就會帶他們到處走走晃晃 順便也紓解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 陳老師付出大半輩子 選手們是感受最深切的 今天學長們特別準備一份禮物 表達對老師的感謝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選手在拿牌 拿獎金 拿獎狀 但是唯獨老師都沒有 所以我們想說 送老師一個金牌的獎座 給老師就是當作 這麼多年辛苦下來的一個禮物 老師已經帶了這麼多選手 不管是國手或選手 那其實每一個孩子在老師心目中 其實都是金牌 不管實際上有沒有得到所謂的金牌 得到好的名次 在老師心目中 他一視同仁 這樣子去對待每一個小朋友 做這樣子的一個金牌的一個獎盃 那這也是由我們的選手 由我們的國手 自行去設計跟製作出來 那給老師代表說 其實真正該奪金牌的是我們的老師 再多的話語 也無法表達心中的感謝 他們將老師所教授的技術 轉換成為最真誠的禮物 在週末聚餐時 要給陳老師一個驚喜 每個小朋友來到這邊都是離鄉背景 那每天都是吃中心的 到了假日中心不供餐 那他們也都是到處去吃 我會比較擔心小朋友出去吃的一個交通上的安全 再來的想法是小孩子離鄉背景 希望給他們有一個家的感覺 讓他們不會覺得說他自己在離鄉背景 或是沒有親人在這邊 讓他們成為一家人 哈囉吃飯囉 出來吧 哈囉 喂 好喔 吃飯了快點 好學弟們先拿完工 第一次來的不知道學長帶著 先拿飯啊不用站著那麼威脅吃飯 今天不是在訓練什麼 吃飯趕快吃飯 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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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勳遠 黃勳遠叫他們先拿啦快點 這樣很奇怪耶 黃勳遠要聽我的了 趕快啦先拿完 我這邊要做一個插群 就是 我們在今天特別的這個機會 然後也代表帶著所有學弟 那也代表學長 過去的老師所訓練的所有學長學弟 來今天來給老師做一個道謝 雖然今天不是教師姐 那我們今天也準備了特別的一個禮物 最後一道菜 OK 這一道菜就是我們 我們所有的選手 我們都知道金牌獎狀都是選手在得 那麼其實老師在我們所有選手心目中 是永遠的金牌 所以我們特別打造這個金牌獎盃 可是不是金的耶 沒有 我們努力 所以就是送這份禮物給老師 謝謝 吃飯 謝謝謝謝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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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請坐 師比壽有福 陳老師不在乎付出的多少 只希望孩子能夠在成長的路上獲得更多 金牌都是小朋友的 這是他們努力所肯定的 那我所獲得的是什麼 我所獲得的是看到小朋友的成長 在這段時間受訓的期間 大家小朋友都是為了金牌而努力 可是我更希望他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在獲獎牌的背後 他們有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不管是待人主事 或者是在工作上的態度 那這個再再都會影響他們未來 在社會上行事做工 或者是他們行為主角的部分 我不敢說我可以 要求每個小朋友都可以這樣 可是最少在這邊的歷程上面 我的要求我給他們的認知 是這樣的心情 競賽是很殘酷 金牌就只有一個 可是並不是金牌代表一切 而是你背後所獲得的東西 可不可以幫助你未來的世界 這是我這幾年下來 在小朋友站上面 我一直在告誡他們的事 說實在我獲得比他們更多 他們的金牌他們只有一塊 我可以有好幾塊金牌 他變得耶 我放得 Malta 各個月的尚餐 這是幾年 有優惠味 是這幾年 你買了 我自己買了 又不買了 第一次 將去天下 後來